听了一个老板说的话,不吐不快,一个老板很委屈的说,现在制造工厂一线普工的工资,普遍六千到八千,还是招不到人。现在的年轻人被灌得太懒了,一点苦也吃不了,就是不愿意进工厂。 这个老板的话,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说出口子,他是真不明白,还是踹着明白,装糊涂。前些天,一个工人在东湾跑了两个工业区,看了不下于二十个工厂,矿泉水都喝了两瓶了,硬是没有找到一家月薪高于六千的工厂。 所看到的工厂,底薪很多都是一千七八,超过两千五的几乎没有。包吃包住的,已经算福利比较好的了。 尽管这样,人家的要求还比较高,要求手脚麻利,头脑灵活,吃苦耐劳,服从管理。如果你的年龄超过了三十五周岁,你连别人工厂的门都不一定能进得了。 现实生活中,一线普工的真实工资水平到底有多少?差一点呢,三千多块钱,好一点呢,四千五左右。 前提是,必须要配合工厂的加班,而且要白夜班两班的。如果你想五天八小时,就拿这么高的工资,门都没有。 那个老板讲的六千到八千的工资,在工厂中到底存在不存在? 存在,但是一定不是普遍。而且只有两种情况,能够拿到这么高的工资。 那两种情况,第一种,就是主动放弃周六日休息时间的。 而且你在日常的工作中,还要加班到晚上九点甚至十点之后, 撅着鼻鼓拼命干的,一个月才能够拿到这么高的工资。 这绝不是夸弹。你想一想,两千五不到的底薪,你一个月要加多少班,才能拿到六千到八千。 起码要一百个小时,靠上。 像深圳富士康,他的底薪是两千六百五,加满八十个小时,月休四天的状况下, 他一个月撑到天,都不会拿到五千块钱的工资。 那些两千五以下底薪的工厂,一个月要加多少班,想想都觉得可怕。 第二种情况,就是寄贱制的工厂。 就是一上班就要打仗一样,口渴了都不舍得浪费时间去喝水。 喝完水,你还害怕耽误时间去撒尿,去跑厕所。 像这种工厂,你拿一万多也是常见的。 但是伙计们,你想想,这种工作你能够长年累月的去干吗? 这是拿健康和生命在换钱啊。 所以那些逗不懂就说工厂普工,一个月很容易就拿到六千到八千工资的。 都醒醒吧,别做梦了,伙计们。 不管是在东莞,深圳,昆山,上海,这些工业机,下了班之后, 你从大机上随便拉一百个人出来。 如果有十个人的工资能够达到六千块钱,算我输。 我是一位八九年的大龄圣女, 我觉得男人正常的年收入水准应该是二十万左右, 但是最近详情的男生都只有七八万这样子, 让我很苦恼,不知道怎么办。 这是我一位粉丝朋友的来信, 我想这位姑娘是没有经历过现实的毒打, 因为刚进入详情市场吧, 而像我这样经历过详情百战的人, 才知道现实与网络的区别有多大。 我所在的是二线城市,那些月入稳定有七八千, 有个大学学历,健康和外形方面没有毛病的男人, 通常都不会缺人给他介绍对象, 我是第四八八年的, 在三线城市的一所高校里做行政, 每个月到手工资六千, 他指导九二年以下的女生, 而且卷到了什么程度, 还有当医生,老师之类的优秀的女生。 而我所在的地方, 相对于这个女粉丝所在的三四线城市, 已经算是工资水准不错的地区了, 虽然不能和北上广深相比, 我在之前的视频里说过, 在农村是女性比较稀缺, 而在城市则是胜男抢手, 他以为和那些七八千工资的男生相亲是委屈了, 但现实是那些男生还不一定能看得上他, 不要听网上的一些键盘侠, 说男的没有个一米八的身高, 没有个一百八十平的房子, 都会被嫌弃, 如果你信了, 那我劝你不要放弃治疗。 最有钱的人都集中在什么地方, 网络上朋友圈里, 我一个亲戚是84年的, 在九州沿海城市的高档小区里, 物业上班, 工资三千八, 因为他大学是体育专业的, 没有什么技术, 就找工作比较尴尬吧, 一直在底层, 但是他在网上摇身一变, 就变成一个年入百万的高富帅, 经常在抖音朋友圈里发鸡汤, 忽悠了不少妹子, 因为他以前是体育生, 就比较高大肌肉男, 发一些健身视频, 妹子们看了是方心浮动, 说啊, 优秀的人是多么的自律啊, 像这些女生要被骗过来才知道, 偶像剧看看就好, 现实里没有这么多的富二代, 高富少年在等着你, 尤其是大龄圣女, 如果能找到一个匹配的, 或者说实力比你高一点的, 又结婚诚意的男人, 已经是很难得了, 少看一下偶像剧鸡汤, 多看一下像我这样的现实博主, 少走一些弯路好吗? 我们现在社会发展是越来越好了, 大家看似越来越富有, 越来越多人, 有车了, 有房了, 大家却有好多人都不结婚, 好多人都不愿意生孩子了, 我们安徽最近公布了今年的人口出生数据, 17年的时候还有98万多, 20年的时候只有64万多了, 今年21年预计更少, 只有53万了, 明年我相信也不会很乐观, 看到安徽的数据, 我想想我们河南这边, 也是挺恐怖的, 人口也在断崖式的下跌呀, 已经成为趋势了呀, 现在各地方都出台了办法, 鼓励生育呀, 效果如何, 我们且行且珍惜吧, 我认为能够实际解决老百姓房价高, 工资低, 工作压力大, 生活压力大, 这些问题才能够真正的去改善年轻人生孩子的意愿, 现在的年轻人生活多不容易, 生孩子, 前提是什么, 你们知道吗, 前提是你得结婚呢, 结婚的前提是什么, 你们知道吗, 要有房子, 要有车子呀, 现在的房子小县城动辄七八十万上百万的, 这对于我们广大的农村来说, 对于农村的年轻人来说, 是天文数字呀, 我们很多农村家庭是拿不出这么多钱的呀, 我们很多年轻人现在根本买不了房, 也结不了婚, 你告诉我他们怎么生小孩, 在结婚这一道坎上, 已经刷下了很多年轻人了, 就算现在有一部分年轻人家庭条件好, 他能买得了房, 但现在的生活成本太高了呀, 我们年轻人就算结了婚有了家庭, 我们就算不吃不喝好吧, 我们每天也会产生各种费样, 有了房子我们每年要交物业费, 有了车子我们要交保险费, 要保养费, 要加油费, 做饭要交燃气费, 吃水要交水费, 用电要用电费, 今天张家结婚要去个三百, 明天李家孩子满月我们要去个两百, 赶个冒去个医院检查化个厌都得二三百, 你不动他每个月花钱也都会跟流水一样, 现在各行各业内卷又这么严重, 年轻人想找个工资稍微高点的工作实在是太难了, 卖苦力吧, 太累了, 年轻人很多人都不愿意干, 这就导致了我们大量年轻人工资不高, 手里没钱, 自己生活都艰难, 怎么敢奢求要孩子呀, 所以不要子从大的方面去看什么, 哎呀, 有房子了, 有车子都富裕了, 看到我们现在生活越来越富裕, 我们要扒开生育大军的这个本质啊, 年轻人的本质去看呀, 才能明白为什么出生率会这么低, 其实小孩出生率越来越低, 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怎么样, 选择开始躺平, 躺平, 我不奋斗, 我也不买房, 我也不结婚, 稍微挣一点够我自己简简单的生活就行了, 他们看淡了, 反正再怎么努力也买不上房子, 就算买房背负个几十万的房贷, 身心俱疲几十年还不如躺平, 舒服一时试一试, 哪管他以后会怎么样呢?